念佛人就不多散途了 我曾经跟主讲过 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尽教 学习大师至菩萨原同障 我采取的是贯顶大师 秦龙时代的人 他的诸解 因为大师至原同障 很少人做诸子 他的诸解 收在万字续藏经里面 分量很大 大佛顶首论宴金 大师至菩萨原同障 苏超 我学这个本子 这个本子 最后的一页 贯顶大师告诉我们 念佛人有一百种果报 开头的第一段 念佛人多地 便恶鬼便出身 我看到非常惊讶 念佛再不好 也不至于多阿比地狱 怎么念佛人会投一句 就是阿比地狱 这一大拼 贯顶法子的开始 从多阿比地狱 一直到往生极乐世界 上屏上层 那是在第一百条 头一条 讲多阿比地狱 我非常惊讶了 疑惑 拿去向老师请教 老师一看出 这是大问题 我不能单独跟你讲 我讲经的时候 可以跟大家说 如果是 一天天念佛 还干 贪嗔吃满 还干 损人利己 特别是 嫉妒心 破坏佛法 障碍众生 文法的机遇 这个罪 这个罪 多阿比地狱 佛经上讲 杀人最小 杀人是杀人生命 这个罪很小 要断人 要断人 发生 会命 这个罪大了 这个决定杀比地狱 以后我们看到 弥勒所问金 也叫菩萨发奇 经上告诉我们 举一个四十的例子 两个法师 讲经说法 听众很多 供养也很多 另外有些两个 几个比丘 生起嫉妒心 卧异的破坏 在心中当中破坏 说这两个法师 很会讲经 但是不守清规 不守戒律 没有品德 听众听了之后 就散掉了 以后这一批 毁谤 造谣 甚至苦 多阿比地狱 地狱出来之后 便恶鬼 便出身 最后业障 消掉之后 回到人间 深深深深 愚痴 没有智慧 菩萨发起之咬经 这个经 我们好像 我记得 我讲过三遍 那 你一个经题 是菩萨所问经 是一部经 两个不同的经题 所以 破坏 正法 破坏 众生 文法的 机遇 这个罪 比什么都重啊 你能神 你不神地狱 得哪去 这是我们不能 不知道的 大师至菩萨 云通章 俗朝 最后 这一意 可以把它 单印成单章 有同 特别让大家 警惕到啊 念佛要学佛了 念佛不能 违背佛陀教会 那是 打着佛的招牌 来灭佛法 那个罪是更重了 所以知法犯法 最佳一等 怎么可以干这种 糊涂死 所以这是我们 不能 不知道的 那么生生 不多 这就是 文常住 它就不利 常住 它心里头 常有 常住 闻 弥陀 不利 弥陀 心心念念 常有 弥陀 它当然 不多地 不多 山土 真正 发愿 往生 净土 决定 得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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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